那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节 也就是礼拜一端午 礼拜一有上课吗 有礼拜一有上 那时候我们是算那个理想气体方程 的理想气体常数 就请各位把那个 STP带进去 那这个中间会差一个比例系数R 那这个R要用实验的条件带进去 才会测出来 那你如果带入STP 这是标准状况 那你的R就会是BATM 一公升除以 一磨 不是一公升对不起 那个BATM 然后呢 在零度C273k的时候 零木耳的气体是22.4升 所以22.4除以273 会得到0.082 那这个其实是反过来啦 其实就是 反正你就是去测 体积压力 然后温度 然后你最后就会得到 直想气体常数 它就是 0.082 可是啊 你还可以把ATM乘上L呢 把它换算成别的 然后再换算成别的 这样子 那我们先看117页翻例2 117页翻例2 应该有讲过吗 请问一下 我有点没有印象 应该没有讲过吧 177 177翻例2 应该没有啦 他说有一个钢瓶啊 没讲过吧 没讲过吧 那这钢瓶的 体积啊 是 10公升 然后 体积10公升 压力 10ATM 然后 温度300度 它上面有装一个泄气法 卸压法 烟 Bend 它会保证它的压力呢 会是小于12大气压 它这个只是随便举例的 那为什么要泄压法 因为有的时候它因为太热 天气太热的话 它可能压力太大爆掉 所以要泄压 以前老师在那个台北的研究室的时候 那个研究室有很多的钢瓶 然后都用铁链捆着 然后捆在墙壁旁边 为什么要这样子把它捆着固定 是因为怕它地震的时候倒下来 然后倒下来它的那个头 敲到东西断掉 它那个里面都是几百大气压以上 几百大气压以上 那一断掉那个气喷出来的时候 那个反作用力会让这整个钢瓶变成飞弹 曾经听说过那个钢瓶倒下来 然后敲到破掉 然后冲出去把那个墙打穿了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处理这种气体钢瓶就很小心 所以总之它现在有一个泄压法 要保证它的压力会小于12大气压 那结果屏幕说 它后来变成了 后来呢 一样也是10公升 然后但是一样 后来的压力变成12 就是已经到它泄压的情况 然后但是这时候温度是400 那它要求什么呢 求泄掉的气有多少 求泄出多少mol的气体 这应该没有讲过吧 好那很简单 就直接带那个理想气体方程就好了 前后 1 1 n r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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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 1 2 2 2 1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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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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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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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太能這樣算 不要直接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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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太快了 應該是先算出它的值 它的值在相減 所以 一開始的末爾數 就是 10乘以10 除以300 後來的末爾數 就是 12乘以10 除以400 這兩個在相減 這兩個在相減才是真的 末爾數的差值 所以 末爾數的差異 就會是 這裡你可以把 r提出來 把r提出來 然後 上面這個就是 1 3 下面這個是 40分之12 40分之12 同除以4 10分之3 3分之1 減10分之3 3分之1減10分之3 所以 所以結果等於 30r分之1 所以結果等於 30r分之1 但有時候 但有時候 你如果把 101.3交2 那這樣的話 r才會變成8.31 但這不是這體要的 這不是這體的 這體用的是0.082 這體用的是0.082 可以30分之1 然後 底下乘上0.082 好 這樣算出來 結果是 結果是 0.41 0.41 這個 8.2 乘以3 試試看 還要除 那我算算看好了 它底下會是2.46分之1 對沒錯 2.46分之1 那你用1去除上2.46 2.46拿這邊的話 就大概是 不到4 不到4 有到4 哪裡有算錯嗎 應該沒有啊 各位幫我看一下這裡哪裡有錯 各位幫我看一下這裡哪裡有錯 4.46 18 24 24 8 9 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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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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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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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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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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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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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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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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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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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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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理想气体方程式 解釋PV等NRT 我们前面的PV等NRT 这个单纯是由实验而来 因为我们前面就会说 它是由波伊尔去做实验 然后给吕萨克做实验 查理做实验 还有亚伯加绝 它其实也是从化学的实验 什么氯气加氢气 一个体积的氯气加一个体积的氢气 合起来变两个体积的氯化氢 然后这样的实验结果 它去想出亚伯加绝的假说 亚伯加绝的定律 那也就是说 这条式子完全是由实验而来 那么 那奥尔坤的原子说 究竟是不是跟真实的世界一样 就是说 我们的真实的世界 是不是真的是由微小的粒子所组成 这个 要怎么去证明它 就是会透过使用气体动力论 怎么说呢 就像上一次 我有问同学说 你怎么知道一个物体它热不热 然后黄建堂就回答得很好 他就说 分子运动的剧烈程度就是热 分子运动越剧烈就是越热 分子运动越不剧烈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热 那我那时候就反问 那你怎么知道事实上真的是分子运动就是热 你怎么知道说分子运动就是热 就 老师告诉你的 你就背起来 没有去质疑它 人家告诉你说 这个世界真的是由最小的粒子所组成 那如果你有这个质疑权威的这种反思的能力 你可能就会想说 你要给我一个理由啊 怎么说这个黑板是由一颗一颗的粒子所组成 或者水 水是一颗一颗的粒子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洗脑是这样 但会不会不是这样 你又没有真的看到对不对 或者说空气 空气 你说空气中有空气分子哦 哪里 哪里在哪里 空气分子在哪里 看不到啊 看不到啊 那你要怎么去证明 怎么去证明说真的 我们的世界 真的是由这些微小的颗粒所组成的 各位觉得要怎么证明 我刚刚讲一大堆 连珠炮都没有在等各位 各位可以发表一下 切开来看哦 刘冠军是要切什么 你要切什么 你把桌子好了 桌子切开 你就会看到它是分子或原子吧 你就会看到它是一颗一颗的吗 你要怎么去证实说 这个化学反应真的是一颗一颗的东西在那边 原子结合 然后分子结合 你要怎么证明 你可能说道尔吞的原子说 感觉就是很好用 可以解释化学反应 可是它只是用一个图像 来解释化学反应 但并不一定说 就真的是一颗一颗的东西在那边结合 不一定嘛 一直切啊 你要怎么一直切 我们 我们现在是有这样的技术 没错 现在的确有所谓的电子显微镜了 所以你真的是可以看到 一颗一颗的原子 透过电子显微镜 但是想象一下在 在道尔吞亚伯家诀 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的时候 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科技也没有那么发达 他们要怎么去证明说 粒子的存在 拿装气体的钢瓶敲它 中川栗子 我看不太懂 有没有其他人有别的想法 因为我们也希望说 虽然是要赶克 但是不要说就 填鸭式的 让各位背起来 而且如果我们没有 问各位这问题 可能 我在黑板写一大堆 同学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要写这些 好了 那我直接讲 就是 我们可以想说 用别的方式 用别的管道 来 来得到 用别的管道 然后来 提供更多的证据 首先是化学反应 道尔吞的原子说 用来解释化学反应 不错 所以也许 也许 物质世界 是真的有最小的单元 然后是有一颗一颗的例子的 那如果说 我另外从 另外一个角度 然后也推出 同样的结果 那我就可以更加的 加强这个论点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我们用牛顿力学 用牛顿力学 来解释压力 来推出压力 然后 再配合 实验 最后可以得到一个 例子运动的 关系 那 最后的最后呢 是由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在高一 各位有没有听说过 布朗运动 布朗运动 有听说过吗 如果有 就请说有 有吗 布朗运动是什么 布朗运动是什么 可不可以稍微叙述一下 对 就是花粉 花粉的碎片 在水里面会乱跑 是没有风 也没有地震 然后 那个花粉 就在水那边乱跑 那 那个乱跑的轨迹 可以被化下来 然后爱因斯坦呢 他后来呢 用 粒子运动的观点 去算出那个花粉 他假设 他假设水分子 去碰撞花粉 那 造成花粉的移动 然后 用水分子 碰撞花粉 这样的假设 成功地算出了 花粉的路径 然后 跟实验符合 那这样就是 间接的证实了 水分子 是一颗一颗的 去撞击花粉 那 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以及他的算法 最早最早就是 要用气体动力论 这种观点 我们要用 粒子碰撞的方式 粒子碰撞墙壁的方式 来解释压力 这样子 然后慢慢慢慢的 才会发展到 可以去解释 布朗运动 然后解释 布朗运动 结果跟现实符合 跟实验符合 那就代表说 增加了一个证据 增加了一个证据 从力学 动力学的角度 来 证明 粒子的存在 所以 他的目标 就是 以动力学解释压力 所以这很重要 为什么要学这个 是因为我们想要证实 我们世界上的万物 真的是由粒子所组成 我们空气中 真的是有一颗一颗的东西在跑 不然你没有根据的说 空气中有那个粒子 那人家就觉得 如果你没有 你到一个 到一个没有受过 小学教育的一些地方 然后你跟人家这样说 人家会觉得 你是有幻想症 你会幻想空气中有粒子 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用 运动学的观点来解释压力 然后 它有几个假设 第一个是 理想气体的 假设它是 非常的稀薄 非常的稀薄 第一个是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气体 非常像气体 回到刚刚问同学的问题 液体和气体差别在 液体和气体差别在 分子间的距离 所以分子间如果距离越远的话 它就是越像气体 距离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就越来越不像气体 那如何成为一个 很棒的气体呢 你就要让它的分子 非常的远 离非常的远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 假设一 数量很多 但是很稀薄 稀薄各位知道吗 很淡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先不要考虑轻贱 班德瓦力 先只要考虑碰撞的力就好了 所以除了弹性碰撞之外 就不考虑其他的力了 是什么事 我需要再评论 我需要再评论 它在第二个月 这种东西 是什么事 我需要再评论 在第二个月 黑色的力量 一些到达 就能再评论 我需要再评论 那种东西 我需要再评论 我需要再评论 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胃能 第三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点 是之后我们在推理的过程会用到的 叫做各项同性 各项同性的意思是 每一个方向各个方向的性质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空间 然后很多的粒子在那边飞 然后每一颗粒子呢 它有的时候往上飞 有的时候往下飞 有的时候往前飞 有的时候往后飞 但是它没有特别喜欢往哪一边飞 它随便乱飞 然后没有特别喜欢往哪一边 往每一个方向的机率机会都一样 每一个方向对它来说都一样 这叫各项同性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推理了 好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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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强说现在有很多颗粒子 然后有一颗这样撞过来 然后反弹 它原本在这 然后撞过去反弹 对于这个墙壁有一个失利 那这个墙壁被它撞下去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假如说这个粒子一开始的速度是V 然后它反弹的话 跟这个墙壁撞下去反弹以后 它的速率也应该是V 因为弹性碰撞 弹性碰撞 那墙壁并没有被它撞动 没有墙壁很重 就好像我去撞黑板 我会直接反弹 所以这个速率还是V 那我们去算它这个过程中 对墙壁的失利 过程中对墙壁的失利 首先 我们要先算它的动量变化 我们称呼它为一号粒子 但是一号粒子的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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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算出来啦 先算它的动量变化 我会把它直接写这样哦 直接写说是 木的2MV1X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它只有水平方向有受力 你可以把这个速率 这两个应该一样长了 我这个画得有点太短了 应该让它一样长了 这样应该也差不多 它去把这个速率分解 分解成水平方向的V1X 因为它是一号 所以叫V1 然后它X分量 它的速度X分量 那它还可以有Y分量啊 可是这个Y分量并没有被改变 它并没有被改变 因为没有Y方向的力 只有X方向的力 那要受力 它会改变速度 所以改变的只有这个 后来撞击完以后 它的Y方向的速度 还是一样是V1Y啊 然后X方向的速度 一样大哦 但是呢 方向反过来啊 它脚它的质量是M 然后你向右 为正 那是不是它的动量变化 就是向左是负 就是负的N V1X 减掉正的N V1X 所以这个地方来源 其实是负的N V1X 减去正的N V1X 这样子 那算了动量变化 下一步呢 要怎么得到失利呢 你必须要回顾 回顾 V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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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X 2X 1X 2X 受力 就会是动量变化 对时间做平均啊 受力是动量变化 对时间做平均啊 那所以 立子的动量变化是这样 那墙壁的动量变化 也会是这样 可是差一个负号 你可以说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或你也可以说是动量守恒 反正我的粒子 为什么会往回跑 是因为墙壁对它施力 墙壁让粒子的动量变化是这样 那粒子有一个反作用 也给墙壁一个动量变化 也是这样 那这个称为墙壁所塑的冲量 冲量跟动量变化有点类似 那它的差异你可以回去看1-2 所以墙壁塑的冲量呢 也是2的NV1X 好 那接下来上面的这个解决了 上面的这个解决了 这个就是2的NV1X 下面的时间没有 时间只要再求出来 就可以得到这个失利 那这个时间呢 我们先记起来一个结论 我们使用的时间是他撞了一次 比如说这个是1号 他撞了一次 他可能再撞到上面 然后再撞下来 再撞下来 再撞回来 我们取的时间是1号 他从撞完右边 再到左边 再回去要撞右边的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其实他的哲学是 他希望每一颗的贡献都计算进来 只是我们现在先算一颗 我们先算一颗 然后他撞完以后 他下一次再回来的这个时间内呢 应该每一颗都撞过一次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各同向性 而且每一颗栗子都长一模一样 那他们去撞击墙壁的几率 也应该是一样的 那如果他们每一颗去撞击墙壁的几率 是一样的 那我希望说每一颗都 每一颗去撞墙的贡献都计算进来 那我所取的时间 就是1号撞完以后会换2号撞 2号撞完会换3号撞 3号撞完会换4号撞 可是到n号撞完 比如说总共有n号 总共有n号 到n号撞完以后1号回来撞 就是反正他是连续不断的撞 然后12345678910 1234 假如说有10个 假如说有10个例子 就是12345678910 然后下一个又是1 然后12345678910 下一个又是1 因为每一颗例子的撞击的几率一样 所以我们取这样来回的时间 才是我们在算这个的时间 这个如果真的要继续 继续解释要解释蛮久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下课你可以再留下来问 所以这里重点 我觉得整个里面最难理解的是这里 但是我们也不用说真的去理解 就稍微记住就好 所取的时间呢 是来回时间 是来回时间 而不是接触时间 接触时间就是他真的撞下去的 撞下去离开就不算了 撞下去离开这段时间 就停止计时 撞下去离开就停止计时 这段时间叫做接触时间 但是我们却不是取接触时间 而是撞一次过去再回来 在撞第二下之前 过去再回来这段时间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 他的哲学就是我希望每一颗都算到 之后我们会从一颗变到N颗 但我们在这边先稍微的把时间做一些处理 预备我们之后要把全部的N颗算进来 撞一下撞一下 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10号 接下来再换1号好是这样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力就也可以算了 这个时间COMish relatifies 就会是过去再回来 过去再回来这整段的距离容器的边长 叫L 那过去再回来的时间 就是用L去除上速度 距离除上速度就是时间 除上哪一个速度呢 除上X方向的速度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棒球 棒球这样跑 可是它的影子 它的影子还是往右 还是往左跑 它的影子的速度 其实是要投影下来的 要投影下来 所以你计算它左右跑的时间 你就要把距离 去除上它的水平方向的速度 这个就是它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写成算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例算出来 所以呢 一颗例子 对墙壁的湿力 一颗例子 对墙壁的湿力 就会是 2NV1X 去除上 2L除以V1X 动量变化 它除以时间 就是平均力 2消掉了 那这个V1X移到分母 所以变成了NV1X平方 除以L 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算压力了 你其实这时候可以算压力了 你直接把它除以面积 除以面积 L平方 对不对 这块面积是不是L平方 这块面积 这是一个正立方体 这里也是L 所以 你除下L平方 你就会得到压力 你就会得到压力 力除上面积就压力 然后它就会等于右边的这里 右边这里除L平方会变成 NV1X平方 去除以L三次方 而这L三次方就是体积 它就是体积 所以最后变成了 PV就会等于NV1X平方 那接下来呢 会需要用到各相同性 各相同性 这个地方 它只有X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Y 还没啦 其实还没 其实还没有 我这里其实有一点算错了 这个跳步骤了 应该是还要先到N科 好 我这里先插掉啦 我们只好礼拜一再继续 礼拜一再继续 我刚刚跳太快了 这里是一科 然后应该要推广到 N科才对 但是这个我们时间不够了 所以 礼拜一最后一节课 我们再继续 还可以吗 讲得很快 觉得还可以的 你可以回应一下 或是觉得头很晕的 你可以回应一下 要有留下讯息 从刚刚上课到现在 有留下讯息 才算有签到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